千刃雪为何能够击败比比东 在预告中 我们看到 千刃雪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 击败了比比东 作为爵士斗罗 比比东起初是看不起千刃雪的 他认为千刃雪不是自己的对手 只有两人联手 才能够彻底击败唐三 当时的千刃雪 对于比比东提出的这种说法 十分的不满 他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所以二话不说 拿起手中圣剑 就要对付比比东 比比东本身面对千刃雪 也是无所畏惧 即便是在天使神的主场 千刃雪手上就像是一个沙包 被踢来踢去 在比比东发动魂迹之时 千刃雪甚至直接被比比东困住 即便用力反抗 却依旧没有成功 但是在接下来的预告中 我们看到 千刃雪手持天使圣剑 用圣剑发动剑气 金色的剑气 直接击中比比东的蜘蛛腿 即便比比东用力抵挡 却依旧被剑气所伤 之前完全占据优势的比比东 为何突然被自己的女儿击败 有人说 这是千刃雪的天使考核 所以千刃雪必须赢 比比东似乎放水了 但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千刃雪在击败比比东的时候 它的形象发生了细微的改变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千刃雪背后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圆环 身后的六一天使翅膀也完全不见了 变成了金色的神轮 这是千刃雪成神的标志 现在的千刃雪 已经具有天使神的一部分力量 最初对付比比东的时候 千刃雪不是对手 它的背后还没有出现神轮 如今千刃雪经过了成长 拥有了神轮 自然可以将比比东击败